美国格兰美奖官网发布粤与流行音乐文章 重点肯定刘德华的贡献和成就 令人意外的是只字未写张学友 只是把刘德华作为四大之首重点介绍其成就 文章配的图片刘德华C位张国荣靠边 美国格兰美奖官网发布了一篇 通过介绍十组在Counterpop不同历史阶段 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乐队、组合的文章 简介了香港流行乐坛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脉络 从梅艳芳、刘德华、Biondi Khan、王菲、荣祖儿到Mirror 文章中提到刘德华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与流行歌手之一 1990年随着专辑可不可以的发行 刘德华的歌唱事业取得了主流的成功 2000年 刘德华创下了获奖最多的乐语流行男歌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除了用乐语和普通话演唱之外 刘德华还用英语、日语和马来语演唱 为什么不提张学友 因为张学友很乐语流行金曲都是翻唱的日语歌 这里讲的是乐语流行文化 而反观刘德华 不管是国语还是乐语流行歌曲都是唱的最多的 2000年的时候就以292个音乐奖项被载入吉尼斯记录 当下更是演唱了1000多首歌曲 500多个音乐奖项 其中包括在亚洲各地获得过的85个最受欢迎的歌手奖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拿过奖 95到96年美国公告牌亚洲最受欢迎歌手奖 还拿过大陆金唱片评委会大奖 当年与刘欢、宋祖英一起领的奖 香港只有刘德华一家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语流行歌手刘德华 在乐语流行音乐界 刘德华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歌手之一 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卓越的表演实力 征服了无数乐迷的心 他的歌曲不仅在香港广受欢迎 还为全球华人带来了无尽的感动和热泪 没完